好,那接下來我們再講一下這個RSX定位 我先問一下,請問有沒有聽過 或者你本身就現在就用RSX的 這個不是新的技術啊 其實事實上這個已經有一段時間 只是我發現說,用的大部分都是什麼 那個重症病患 電腦重症的啊 就是用比較重度使用的人才會去用它 大多數的同學或老師好像比較少說特別去用它 那事實上,為什麼我們剛剛一開始就先問老師 還能在用我的最愛或者書籤的服務 因為你會發現說,我們剛剛就提到很多問題 你看,你要更新也不方便 你要找,你雖然有交流的最愛 可是當你要搜尋它的內容的時候 請問有辦法讓全文檢索嗎 沒有,你還是要去網站那邊慢慢找嘛 對不對,你只是幫它做好像類似一個捷徑 或只是臉到那邊 可是最後還是要自己做 好,那跟我用搜尋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用RSX這個服務 那麼,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有沒有這個Gmail的帳號 有的也許有的沒有 那,RSX不一定要用Gmail 只是Google本身它有提供一個什麼 叫做閱讀器 比如說,我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更多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閱讀器 那我用在這樣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本身就雲端了 如果你本身,比如說你用Outlook 或者是像,也有別的那個RS的閱讀軟體 一樣都可以 只是如果它不是在雲端的 那變成之後你就是會受限在那一台電腦 你就沒辦法走到別的地方 那像我這樣,現在在這邊 可是我還是可以存取我的資料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所以,您如果說想要 待會想要試看看的話 您可以先到這個Google 試一下就是 申請一個那個Gmail的帳號 您到這個Google Google.com 好,您從這邊 因為我現在已經登錄了 您看一下,從這邊去 申請一個那個Gmail的帳號 好不好 好,試看看 那,現在申請Gmail帳號 他都大多數情形 您可能會遇到他要求 就是行動驗證 就是他會傳一個簡訊到您的手機上 好,那基本上如果您的是 智慧型手機是用Android系統的 本來就有一個Gmail帳號的 就可以直接用 不過,老師稍微 或者同學稍微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一個 這個 記得這樣 好像跟各位平常看到不一樣 有齁 這是在我們獎益第四頁獎 因為如果你擔心這邊的環境不完全 或者你是用同學或公用電腦 請問你要不要在那邊打你的帳號密碼 不要嘛,對不對 所以呢 您看一下 假設您有這樣的需求 在Google瀏覽器裡面 我們用的他的名字叫無痕四次创 好 那麼,如果您是用火屋的 他的這個名字叫做 隱私瀏覽模式 如果您用的是IE IE雖然我不喜歡他 但是他也有 但是他很討厭 連翻譯瀏覽的翻譯 imprite瀏覽 影視瀏覽其實都一樣 這樣的瀏覽模式的 用意就在於 你今天透過這個模式進去了 那麼你打的帳號密碼 去過網站那些地程 不會把你記錄下來 就這樣 他比較安全一點點 一點點 但是至少 就是不會像 把你的帳號就留在外面 我們大部分打都會有一個 自動跳出來 自動完成 對不對 所以您待會兒如果說怕 有這樣的情形 您可以像我這樣 就進入那個隱私模式 好不好 那 像我先給您看一下 我的閱讀器 你看我這裡有沒有很多 因為我剛還問過老師 我有個問題沒放進去的 就是念門進去電子報 很多網站不是會發行電子報嗎 以前比較流行 我有網站的 一段時間更新 我就把它累積起來 然後就送給你 但是送給你之後 沒什麼用 為什麼 有些人換了email 那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垃圾信 賣過來啊 對不對 連看都不看 可是還要進你信箱啊 因為你也懶得 取消訂閱 反正你覺得不用錢 對不對 可是這樣就麻煩 所以我 你看我這邊有訂閱 非常多的資訊 有沒有 但是呢 我要找會很好找 很好找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先讓同學或老師呢 您先進到您的這個 Gmail信箱 的這個服務 所謂的 閱讀器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麼您看一下 你有訂閱這麼多 有沒有 我的叫編在這裡 在這邊 叫編很早 很早拿出來用 其實有時候這樣子比較方便 因為滑鼠那麼小一個 那這個軟體有放在 給大家的免費軟體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需要這個RSS訂閱 您看喔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網站裡面 我的最愛你可能 一樣的內容 你可能會重複加入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你喜歡的定進來 我們先來試看看一個 天下雜誌應該大概都熟悉嘛 對不對 天下 你有沒有常常看 也許有些有 有些沒有 那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的版本也很多啊 你看喔 我們來找一下 天下雜誌 天下也有影音 也有什麼 也有那個 電子雜誌對不對 請問他說 天下雜誌還有什麼 康劍 對不對 還有別的喔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一找 好 找進來之後 他有好多 那麼如果你想要關注他 因為他其實每天都會更新 雖然雜誌是一個月出一次 可是 他的資料是讓每天都要更新的 有時候你在電視上有看到他的影音的部分 那 你會不會那麼勤朗 每天就來這裡看一看 啊 有新的嗎 有新的嗎 這樣累不累 累 所以你往下走 什麼叫RS是訂閱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訂電子報啦 或者加入的之外 都是比較被動的 也就是說今天你加做之後 他跟原始網站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走出去 相對的 RSS叫做主動推播 把內容直接送到你面前 是插在這樣 那 如果你們有看過的 你們用過的 有常常看到這個圖吧 對不對 常常都看到啊 那這個就叫RSS 你看我從這邊把它點進去 因為他的內容真的很多 他我跟你稍微解釋一下 但是我們不用看那麼多 你看你可以選擇你要的 有沒有 如果你點進去 我相信你不會很喜歡看這種 因為這不是要給你用這樣看的 但是呢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呢 回到你的閱讀序 有沒有要訂閱 按下去 貼進去就好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假設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哪一個 國際新聞 這一個 網路書店 來 假設我要訂這個 因為這個我沒有訂過 好 來這邊 我把它貼進來 新增 所以下次我進來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 他只要更新就會進來 因為其實每個網站更新速度不一樣 你不可能說 像我剛剛講 每個網站去找 那麼有新的他就放上面 你看他一進來就放在這裡 有沒有 就放在這邊 那麼我們當然還是建議各位 可以適當的做資料夾 跟什麼標籤會比較好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這邊 看我上面這裡 上面這個 是屬於什麼 是屬於標籤的 好 比如說像這個 剛剛的那個 天下雜誌 他是屬於哪一類 我就把它歸到那邊去 好 那下次我要找很快 那如果說 有些東西你可能會 這個又歸到這一類 又歸到那一類 有沒有 你可以用標籤 比如說你看到這裡 這裡 像我到我的 所有項目 好 這個 我這裡就有 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歸類 有沒有 你可以幫你 比如說這個是跟那個生活有關的 有沒有 生活資訊 他會把你曾經打過的關鍵字 都會自動歷史的輸染 那所以你同一點 我們知道 你可以規料不同的 規料不同的地方 那以後要找資 就比較容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平產公布 你看了之後 如果這個有興趣的 你就應該把它這樣 稍微整理一下 當然你如果都不整理 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有關係 好 你一樣可以從這邊 最簡單的 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 有沒有可以加信號 喜歡 就好像加入我的最愛一樣 你就把它按一下 那下次呢 你要看有新興的 就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 只有新興才會出來 沸沸就留在動員 可以吧 可是 請問 看久了之後 會怎樣 也會滿天心嗎 因為你每個都愛啊 跟我的最愛一樣 看久也會滿天心啊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Google最厲害就是什麼 搜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打你關鍵字進去 一樣是找得到的 只是說我會比較建議 雖然你 搜尋很厲害 但是你資料不整理 有些時候 當你一個關鍵字在找的時候 總是還會 比較 出現一些不該出現的東西 這樣你大概了解吧 好 那這個是一般的這個訂閱的方法 萬一如果你不想訂了 我上次 上次在中正的時候 同學就問到 如果不想訂了可以嗎 可以 你不用經過他同意 自己來 從這邊有沒有 找到他 有沒有一個取消訂閱 所以不用像電子報說 我要到你的網站去 還是要寫個mail 告訴你 我不要訂了 不要再送了 拜託 不用 我們在這邊直接取消訂閱就好 他只會問你說 是不是 是 你自己決定就好 也會變得比較簡單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很輕鬆的就幫您的 就是所有網站都 把你關注的網站 就可以加進來 而且它是針對什麼 您有興趣的主題 他不是那個網站全部 而是有進來的這些 進來這些 所以這樣的話 您會相對比較容易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吧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網站 我蠻推薦大家可以使用 就是試一下的 因為這個網站呢 叫做飯科學 尤其是如果說大家是理工 理工類的 比較多的 那它上面有很多 就是一些新的資訊 翻譯的它蠻快的 像最近 前一段時間有那個 類薩斯病毒嘛 對不對 它那邊就有先提供出來 我就有找到 所以您可以看到 您可以直接用關鍵字找也可以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飯科學 來 一進去呢 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 它上面的這個廣度真的蠻夠的 我看貓的 有沒有 生奶的顏色 最近我看 深海是什麼顏色 是藍色嗎 沒有 黑色比較多 可是它有提到很多 那這些你看 它都有做 就是雖然作者是國外的對不對 但是他們都有翻成中文的 這樣子各位在看比較容易 那你如果要訂閱的話呢 你就可以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 就這樣 直接訂閱就好 給各位試看看喔 好不好 您來看一下這個RX 這樣好不好用 我看過 我這個叫做 很帥 有什麼 有什麼 是有什麼 我看過 就這樣嗎 你說